今天是腊月29 昨天肉没化开 所以今天糊肉 然后做成趴肉 盆里边的是排骨 塑料袋里的是肠子 一起都弄出来 妈你这切的块有点大吧 我爸刚趴着我还得切一下 最小块 嗯 这个是肘子吧 嗯 肘子就不切 就整个里边 就整个趴是吧 整个趴 待会把这些排骨都剁出来 然后焯一下水再炖上 天上凉水开始糊肉 妈这要糊多长时间 这块一个小时就行 这时间长了 干脂怕有菌又怕有味的 嗯 捡一捡就行 捡一捡拿出来 再高峰里面跑 这是我们家的肉粿子 已经有40多年了 就是这样使用的 往年猪肉多都糊两锅 今年糊一锅 还有点装不下 我爸在这边烧火边烫猪蹄 这边锅蒸的是澡馒头 这四个是我们自家的 这几个是买的 我们家每年都会蒸一锅澡馒头 肉已经糊好了 拿出来 待会儿抹上蜂蜜 妈这个肉汤流着干嘛 可以熬三千 还可以熬萝卜鹰烫 妈为什么要抹点蜂蜜呀 抹蜂蜜呀 刚刚刚油一走哈 它刀中都烫红的好看 上色呗 对上色 开始过油 妈你这是用的什么油啊 我这是搞点醋油 盖前不用的油 麻糊它添过来的 嗯 搞这个就添 轻轻的搞豆腐就会蒸好 待会儿再炸点豆腐泡 过完油以后就变成了漂亮的红色 没了 轻轻的 炸的轻了吗 这有鞋子 炸大的把肉 现在我妈要开始趴肉了 现在我妈要开始趴肉了 锅下边放了一个小帘子 厨房颜色 心中间的用的 好啊 那个不用切 整个趴 你整个 这两块弄正油 这些留我的后电池 锅里放点葱 把这葱也不用切一下 再倒一袋酱油 放点香叶桂皮和八角 姜片 最后放点盐 添了半锅水 就可以开始趴肉了 妈这趴多长时间 这趴两个半小时吧 这火慢点加 把它加起来 趴了两个半小时 盛出一块今天吃 剩下的在锅里焖一晚上 更入味 今天下午贴堆帘 发现小房这个堆帘忘买了 去找我的书法老师写一副 就在我家对面 张铁 我刚才填这个 家里的小房的被子 我忘买了 我想叫你给不带起 行行行 王老师你家有红纸吗 有 有啊 有有有有 这个这个都摘一点 要搞不算的啊 要摘一个就行 有有 你成呐 你自己给安排吧 哈哈哈哈 那自己给 只要是机强化就可以 哈哈哈 嗯 过年代啊 嗯 嗯 这样 你今天还给别人写了吗 还用写豪比我 那个啊 哈哈哈 王老师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 但是我只停留在了启蒙阶段 哈哈 你坚持不下来 三天两头 哈哈 佳姐平安天吉祥 开始写红批了 王老师写就是三下五出二的事 我又求王老师给我写个福字 这些都是王老师自己写的 写完了 哈哈哈 写完了 我们就回去了啊 你让我省钱了啊 哈哈哈 墙上站不住 只能贴在门上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以张灯结彩 时间在变 房子在变 记忆中的年味却从未改变 好玩吗 小鱼 好 小鱼 是 大生风